佛的教学 我们看他的一生 你就能完全看明白 一生教学四十九年 前面十二年讲阿罕 小臣 阿罕的内容是什么 是能力 是道德 是因果 好比半学小学 十二年 十二年这个基础奠定之后 再帮你提升 讲一点初级的大臣 也就是大臣法的预备吧 佛经里面成为方胆 将来八年 好比半中修 年前面十二年 这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基础 才需要大臣 大臣是般若 跟你讲真 讲宇宙人生真相 为什么 你能听得懂 你对佛相信 你对佛相信 跟佛二十年 佛从来没有说句一句往语 从来没有骗过人 佛还能说假话吗 大臣是真难度 你看说一切法是空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谁能接受 如果佛最初就讲这个 没人接受 人都跑掉了 说你头脑有问题 明明有 怎么会是空呢 前面二十年的基础点点 大家对佛有信心 讲真的 不讲假的 讲多久呢 二十二年 说明宇宙人生真相 最后八年 告诉你 人成佛就在先前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讲的究竟圆满了 你本来是佛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阿 佛阿